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因为我刚刚请各位 先做了一些问卷 课前的问卷 课前问卷的结果 我们目前看到有42位同学 前的问卷 里面的话我大概了解一下 第一个问题 到底ESALE函数有几个 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其实如果ESALE你对于函数不熟的话 那你不要说你会用ESALE 那为什么要问函数有几个 因为如果你都不知道函数有几个的话 你怎么去学习的方向 目标 所以跟各位讲一下 答对率实在是有点低 答案是哪个 其他有250几个 到300个 因为它数量会增加 新的版本会再增加函数 本来就是有一些没有的 它会再增加 OK 那不清楚的话 大概版是80几 那为什么不清楚 可能因为大部分同学应该很少用吧 我再猜 OK 所以我是建议 如果假设你没有这种机会 我是建议你可以找机会吧 或者还有一个方向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之前有推荐就是 你们可以跟你们的父母亲 或者长辈或者这个哥哥姐姐 讨论一下 问一下 询问一下说 你学这东西到底有什么帮助 有没有 甚至我之前有 有那个 跟 好像平常跟爸爸没什么话题的 突然间 他跟他爸爸聊到这个话题之后 他说你最近在上 上这东西 反而他爸爸更有兴趣 于是乎他就把我们上课连结 丢给他爸爸 然后影片也丢给他爸爸 结果反而他爸爸念得比他还认真 那他们彼此间本来没什么话题的 突然间有个共通话题 就是什么 所以其实这也倒是一个还不错的方向 还有就是说 有一些是 比较贴心 我觉得 那个 女同学好像 很关心爸爸的那些工作 所以甚至学完之后 回去帮他爸爸做一些事情 他爸爸觉得很开心 你学这东西真的很有用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可以 学以自用 也有东西了 帮他爸爸解决很多问题 他觉得很有成就感 OK 诸如此类的 当然就是 因为这个东西是要拿来用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特别去用它 你会觉得说 这学着干嘛 OK 那到底要学哪些 你比较有兴趣 大部分都是基础的 所以 那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大概会有几个方向 在其中以前的话 主轴会在所谓的 以色谈数 跟所谓的聚集 跟VBA上面 所以会有三个重点 函数 聚集 VBA OK 所以如果你假设 想要找相关的参考的话 可以稍微去 或者是你找 YouTube上面影片来看 也没关系 函数 聚集 VBA 那所谓的聚集的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 我是觉得 也是有 比较贴心的地方 所谓的聚集是什么 其实简单讲起来 就是你本来 不会写程式的人 但是你又想要 有程式的功能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 录制 录制聚集的方式 产生你要的程式 所以意思 讲白话的意思是说 也是有帮你写 那怎么写 就是你只要把 那个滑鼠键盘的动作 做过一遍之后 它会自动帮你 转换成对应的程式 那个程式本身也是VBA 那不过这个VBA是 也是有帮你写的 那也就是说呢 你要最好要录制 去集之前 一定要先彩排 为什么要彩排 因为呢 如果你的动作 做了多余的动作 也会录制出来 所以变成说 录太多 那个不需要的程式 所以最好是怎么样 先彩排 然后最好是 每个步骤先确定 然后再去做录制 把程式录下来之后 就可以产生一个按钮 你按下那个按钮 那个事情 全部都帮你做完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 去集其实对 完全不会写程式的人来说 其实也是一样福音 那你想说 那我学去集就好了 我干嘛要学VBA 问题很简单 因为所有的事情 如果只要录制去集就解决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 就不需要很多人去写程式 因为很多事情是很客制化的 不是只能 不是用滑鼠键盘也能做出来的 所以很多时候 还是必须要延伸到VBA的设计 那我们的课程 基本上会渐进的 有浅入色 不是 有浅 然后慢慢再深入到困难的 不是有浅入色 就是渐进的 OK 然后逐步的 不会说一下子讲太困难 大家如果你假设发现 你讲太难了 我听不太懂 没关系 你可以随时反应 或者随时可以给我 让我了解一下 到底你们有哪些的盲点 不过我发现 之前的经验是这样 真的大伙同学 因为没有学习的 怎么讲 需求 没有需求 所以会学得好像有点被动 所以我建议你要先去找 你有没有什么一个目标 学完之后要干嘛 OK 不然的话 我会觉得你会学得很空 那其他的话要学哪一些 比如说比较兴趣的是这个的话 我们一定会 就是其中以前主族在这里 然后后面的话 其实也会搭一些视觉化的东西 因为现在 我说真的 你看一堆报表都是数字 你会看得很累 老板看 你资料给老板 老板一圈 你可不可以画图给我看 对 最好是视觉化的 如果数量 你给我直条图 如果比例上 你给我圆形图 如果历史资料 你给我折线图 对 如果有一些比较的话 你可以什么 给我一个复合的 好没有 那就一清二楚了 所以你会发现 有时候看图 一目了然 但是如果你看资料 看到头一脑脑 还是不是不知道说 到底哪些资料 资料高哪些资料低 对 那只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件事情 本来很困难 尽可能让它简单一些些 那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工具 可以满足我们这样的需求 其实你可以做得很复杂 但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为什么 大部分同学 看一下好像大部分程度 都没有那么好 就是说基础 所以我们还是采渐进的 然后也会用到 有些是跟Excel里面的 枢纽分析图 还有所有的枢纽分析表 OK 枢纽分析表 用来做报表非常好用 但是我发现 好像大部分同学 对这个也是不太熟悉 以后你要 如果假设你要做一些 报表研究结果的话 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用的工具 再来还有一个 也有蛮多同学选 就是网路爬虫 爬虫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所有的data都在网路上面 那假如说你还在用图法链钢去抓 慢慢抓 你抓到什么时候才能抓完 所以 如果你可以透过程式 自动帮你抓取 自动帮你分析 自动统计 自动统计 自动会是自动的图报表 那这样很快 有没有 所以刚刚不是跟各位讲 如果老板问你说 你可以给我报表 你可以给他三分钟 前提是要会写程式 但是如果你不会 三天都做不完 OK 所以差异在这里 为什么说有人说三天 老板就觉得说三天 那我想你可能要找新工作了 对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说 你这效率太低了吧 有人三分钟都做出来了 而且程式厉害的地方 就是说三分钟做完之后 他如果下一次还要报表的话 其实还是三分钟 但是如果你不会程式的话 你这一次三天 下一次还是三天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效率差异实在太大太大 除了是个人的差异之外 如果一个企业 假如每个人都是三分钟就完成 甚至不到三分钟 一分钟就完成的话 哇 那个企业 每个人 那个竞争力有多强大 所以像台积电 你会发现 为什么台积电 这个股价屡创新高 其实很简单 每个 几乎我认识台积电的员工 都会写程式 夸张一点讲 连那个扫地的 那个阿姨 可能也会 也还懂得写VBA OK 这是夸张一点的讲法 但是 我在说 因为耳濡目染 你平常听他们 他可能扫地的时候 扫厕所 一直听他们在讨论这些东西 听久了你难道不知道 那什么东西吗 对不对 有时候 就是一个环境耳濡目染 对不对 OK 所以大概跟各位说一下 那电脑程度 入门 占了93.2% 这个数字是最多的时候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速度要再放慢一些一些 不过可能如果我讲太快 没关系我录下来 你们自己再看一下 OK 还有一点 我是建议各位慢慢善用 一些云端 一些网路的资源 因为很多我都录过了 我都讲过了 所以假如说 你有一些地方 课程不太懂 请你善用搜寻 在YouTube上面 其实有很多的影片 我都讲过了 所以你可以延伸学习 因为我在YouTube上面 放个影片数量 超过两万个 OK 为什么两万个 因为我已经录了 超过二十年的影片 每天上课 只要有上课 我就把它录下来 上传YouTube 上传YouTube OK 累计数量也相当多 所以已经变成一个资料库了 OK 所以假如要看 因为我教过的程式员 类别太多了 举凡你听得到的 你大概知道的程式员 我基本上都教过 不是只有教VPA 像我Python也有教 那我其实是比较性的 比如说我这个同样的功能 我在VPA怎么做 我在Python怎么做 那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 后来我得到一个新 得到一个结论 其实真的 很多都是相通的 但是最后其实不是说谁取代谁 而是说你要知道说 谁哪个功能比较强 你就用哪个功能 哪一个去处理问题 其实就是解决问题 这个底下是大概想要统计一下 大家的就业状况 有没有做准备 有大部分 大概一半以上 那不提的好像也有大概36% OK 那其他的话有关其 同期末的 这个测验方式 大部分同学倾向是什么 上级测验的 这个54% 巧交书面报告 OK 所以这个我们再讨论看看好了 OK 然后好像 我们这班还蛮特别的 大部分同学 大部分其他班好像都会 以那个巧交书面报告为主 这班好像比较显向 这个上级测验 这个也许我们 也许再考虑看看好了 这边两次有一次考试 说不定是一个好方法 我以前做法是这样 反正我就是会给几个范围 几题 你们把它练熟 然后考试的话就 比较五抽一 四抽二 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考完之后 你巧交就一翻两段远 考完之后我就知道 谁几分的 分数多少 马上就一翻两段远 这也是一个方向 不过这个我们再看看 实际的状况 那你为什么会修这门课 有同学是想学爬虫 因为以后上班用得到 真的现在很多金融业 非常需要用到爬虫的功能 为什么 因为像比如说汇率好了 光台湾的银行数量 至少一百家以上吧 那汇率如果假设你要比较的话 那你怎么比 你怎么不可能打开某个银行网页 然后呢 Ctrl C Ctrl V C Ctrl C Ctrl V 对不对 那这还是台湾的银行 如果你要是美国银行的话 哇 怎么办 你再来一次 C Ctrl C Ctrl V 而且今天做完 明天再做 明天做完 后天再做 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会爬虫的话 执行完 自动产生结果 甚至还可以排序的 产生报表 画个图 全部都自动完成了 根本都不需要 再C Ctrl C Ctrl V 所以这个差异 真的是完全 太大太大了 而且现在慢慢走 那个所谓的FinTech 就数位金融 所以学商的同学 非常需要 我发现很多 好像有气管系同学 其实这部分 我是觉得 是必须要 非常专心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将来 你假如是要到 企业发展的话 其实说真的 如果你还突发炼钢 这会永远做过 OK 所以我身边有太多分析师 本来不需要的 马上一定要 而且很急 他们很快 因为如果他不会这样技能的话 他可能工作就不保留 对 老板说你怎么不会这些东西 大家都很醒 你怎么不会这些东西 他说以前学校没教 学校没教你的事 对 他说你下个月 给我什么样的报表 对 老板只看结果 他不看过程 对 他管你的 所以我常常遇到那种 就是找我 那个一对一 速成上课的 老师赶快 你有没有什么时间 跟你敲时间 你赶快教我这些东西 真的 OK 那 再来的话呢 还有什么 想学不用分赌 原赌 原赌学生 OK 这有我讲的 直接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我本身 也是我们师大毕业的 算你们的学长 而且我是国文所毕业的 OK 其实我也是文主 那你想说 我什么毕业第一个工作 是同事设计师 很可以讲 我毕业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 其实也曾经在 就是到学校去 兼任 当过国文老师 那我去上国文 我是觉得还OK 可是我觉得 给我的感觉是 上起国文 底下的学生 完全没有热情 当你在讲 一些 可能课外的 一些有趣的事情 他们就醒过来了 那你又讲政课的时候 全部都睡着了 那你又不可能说 一直在讲一些 比如说社会的时事 讲一些有趣的事情 就觉得说 上起课的感觉好像 这难道是我 一直到退休的工作内容吗 所以一试我就想说 我是不是可以 转换一个方向 那时候刚好 台湾的科技 就是刚好经济起飞 科技刚好是往上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那我不如我去学一个 另外的一技之长 所以就投入到这个资长 那时候其实我也很花时间 坦白讲 因为毕竟文科生 你要跳到理工的世界 真的没这么简单 不过当然 我后来发现 其实也没那么困难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只要把最重要的一些知识掌握 再花时间实作 最重要是实作 因为其实我觉得文科生很多时候 是缺少实作的精神 但其实说真的 好像爱情怎么实作 对不对 你要写一个爱情小说可以吗 但是问题你要把小说的内容 去找一个对象实作看看吗 而且你要找也不见得找得到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理工的世界不一样 你要做 你就是只要可能愿意花时间 他就是会给你 你要的结果 OK 所以这个后续呢 可能 就是这样的一个历程 那之后如果有一些相关的经验 我再跟各位分享 那其他的话呢 还要什么呢 跟下课了 其他的话大概先这样 那我们待会再来看 就是说有关 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 相关的上课的内容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在这边